廣受好評的日系RPG 煉金術士系列 最新作品在今年也終於登場囉 由光榮特庫魔所推出的蘇菲的煉金工房 在上禮拜火熱推出之後 也宣布了中文化的消息喔 一起來看看遊戲介紹吧 由光榮特庫魔所推出的蘇菲的煉金工房 是款煉金術士RPG系列的新作品 以煉金術及書本兩大主題 串起龐大的故事和遊戲系統 本作描述主角蘇菲利用煉金術 幫助魔法書普拉夫達 找尋記憶與回復人形 利用煉金術逐漸解開普拉夫達的記憶後 兩人便一起踏上龐大迷人的煉金冒險故事 遊戲流程與系列作相同 玩家可以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地圖中探索與蒐集資料 遊戲生態與城鎮活動等都會依時間有所改變 玩家可以透過新的採集與探索 來衍生出更多的新食譜 戰鬥系統採用回合指令戰鬥 玩家必須特別留意與我方的行動順序 而系列作的核心調和系統 在這次變化了新的意志調和玩法 玩家在本作中必須將材料配置於面板之內 並且盡可能的將材料配置於獎勵格之內來獲得最高效果 不同的材料能融合的格數也不同 所以玩家必須慎重考慮放入材料的順序與位置 嶄新的蘇菲的煉金攻防日文版已經在11月19日發售 光榮特庫模也回應系列玩家們的熱情支持 宣布會在2016年春季推出中文版 有興趣的玩家們不妨一同來研究煉金術的深奧樂趣吧 《ソフィーのアトリエ 不思議な本の錬金術師》 《ソフィーのアトリエ 不思議な本の錬金術師》